大家好,我是侦察院频道的主播马灵鼠。 感谢大家观看我们的频道,接下来就正式开始我们的案件。 池志强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,他在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突然入狱,改变了他的人生,而他入狱的原因,在今天看来根本不算什么,都是男女之间,你情我愿的正常性关系,甚至双方都是未婚,连通奸都算不上。 用池志强自己的话来说,如果放在二十年后,他的事就根本不算是个事。 池志强于1958年10月16日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,父亲是一个警察,后来担任分局局长。 因家庭原因,池志强从小被严格管教,他的愿望也是长大当一个警察。 池志强从小就是个帅哥,少年时期就很英俊,是很多女同学的梦中情人。 初中毕业,乃有小生的长相,加上天生的表演才能。 他开始考虑从事演艺工作。 正好此时,长春电影制片厂招收演员,他经老师推荐报名,通过层层筛选,成为了长春电影制片厂培训班的学员。 当时是70年代,社会上非常崇拜军人,喜欢鹦鹉强壮的男性,而池志强却是儒雅温柔的另类。 就是因为这个另类,让池志强大受女性观众欢迎,他的事业非常顺利。 1973年,池志强经过短期培训,参加拍摄了实习电影《燕阳天》,要知道,这仅仅是他进入制片厂的第二年。 1974年,池志强参加拍摄,以反映大镜石油会战为主题的电影《创业》,在片中饰演技术员魏国华,该片在四届全国人大闭幕式上放映,池志强开始被人关注,当时他才16岁。 1977年,19岁的池志强参加了影片《暗教》的拍摄,饰演机制,果敢的公安侦察员陈敏。 这是一部反特影片,讲述了公安机关粉碎蒋帮潜伏战略情报小姐,破坏远洋航行计划的故事。 池志强英俊潇洒,面如温玉,演技高超,迷倒了一大片女观众。 池志强事业的顶峰,是电影《小资辈》,在《小资辈》中,池志强饰演一个消极落后,满腹牢骚,毛毛躁躁的公交车售票员。 他表现极佳,压倒了其他所有演员。 1980年,《小资辈》获得文化部优秀电影奖,凭借这部电影《池志强》与唐国强、刘晓庆、陈冲、潘红等青年演员一起,获得文化部优秀青年演员创作奖,受到了邓颖超、王震等中央领导人接见。 随后几年,池志强事业越来越好,以他被捕的1983年为例,当年就在《顾此诗笔》、《潜影》、《西兆街》、最后八个人等多个电影中担任主演。 并为日本影片任正配音。 此时,他不过25岁,已经红透半边天。 池志强自己回忆,他只要一外出,肯定被人围着,创业完了,他就一发不可收拾。 那时的电影院,每个月都有他的戏,大众电影上月越有他。 《西兆街》拍完了,82年去南京电影制片场,拍月到中秋,当时他们演员和今天不同,都是半军事化管理,拍戏期间跟外界都不接触,很少外出。 不过,因为名气非常非常大,走到哪里,人们都认识他,那是后人淳朴,也没签名合影这一说,就是围着你,跟着你,看你,看猴一样。 除了普通影迷以外,池志强每到一处,都会引起社会精英阶层的热情接待,吃客侵犯式寻常式,更有各种高规格接待。 当时很多高干子弟也很迷池志强。 他们的生活和普通老百姓不同,非常优越,可以接触到很多老百姓碰不到的事物,享受很多老百姓享受不到的待遇。 比如在文革中,林立果居然敢自己收听西方摇滚乐,他家中还有进口的29寸大电视,当时中国人有个8寸电视,就绝对可以牛逼周边几条街了。 池志强和这些高干混在一起,时间并不长就出事了。 池志强自己的写道,有一个事件导致了他后来一生的转变,有小庆,张莲文,赵莲都是他特别好的朋友,他们来南京演出,他也在南京拍戏,当时特高兴,弄了两瓶茅台,大家一起聚聚。 他们演出结束要走的时候,跟他说能不能找几台车,送送他们。 他们人多,有去机场的,有去车站的,那时候没私家车,所有车子都是机关单位的,他上哪给他们整车去呢? 可是,池志强这人又热情,重朋友,就一口答应了。 他找到当时组织上,安排给他开车的司机,他是省委小车队的,可是光他一辆车不够。 司机很机灵,他说你池志强说话借车,肯定有人愿意送。 他介绍池志强认识一个朋友,南京军区领导的女儿。 就这样。 池志强认识了比他大十岁的大姐,老大姐三十多岁,是个营职军医,大高个,很帅气。 一说这事,他很痛快地答应了。 他说,就想跟刘晓庆见面拍个照片,池志强说没问题,马上带着他和他妹妹去见刘晓庆。 这可把他高兴坏了,回来就落实了一辆红旗轿车,一辆上海轿车,两辆面包车,五辆车浩浩荡荡,气气派派地把人送走。 池志强当时很高兴,感觉特有面子,他特别感谢大姐,要请他吃饭。 大姐是军人,也很豪爽,说不用客气,能认识池志强很荣幸,他拉着池志强和司机到他家吃饭,他们三个人,喝了一整瓶洋河大驱。 池志强是东北人,可是特别不能喝酒,每次都喝高,但还逞强。 当然,这也是为了表达谢意,人家大姐给了池志强这么大的面子,喝点酒算什么? 人家请咱们吃饭,虽然咱们是有名的演员,但人家也是首长的女儿呀。 结果,不能喝加上高兴,这就又喝多了,大姐是离过婚的人,家里就太一个。 他看池志强喝得也实在是走不了了,就不让走,非留池志强住他家,他把池志强扶到他的房间,池志强只记得司机朝他紧为弄眼半天。 他当时昏昏沉沉沉,一个劲就想吐,也不明白什么意思。 司机先走了,池志强也没多想,咪咪瞪瞪瞪就睡着了。 谁知道没多久,大姐就钻池志强被窝里,他一年轻小伙子,心里又新鲜又渴望,也没有拒绝。 因为他没有经历过这种事,又在最终,一开始完全不得要领,只觉得怎么那么难受,他就帮池志强按摩,后来还给他热了杯牛奶,安慰他。 这次之前,池志强还是处男,他有个空姐女友,但当时的人,婚前一般不会有性关系。 许多年过去了,他与大姐再没见过面,池志强一直羞于告诉他,那一次,是他的第一次。 池志强当时开不了口,因为他这个人要面子,觉得说起来太丢人。 关于大姐,池志强后来才知道,在他以流氓罪判刑以后,他也被军事法庭审判,同样判流氓罪,服刑一年,开除军级。 这件事以后,池志强开始有些变化,他很年轻,初次尝到性爱和另外一种生活,很快就陶醉了。 发生了这件事情以后,他跟大姐就拉近了距离,他们有一伙人经常在一起跳舞,都是军区、省委、市委的高干子女。 那时候的风气还不允许跳舞,但他们经常跳,有时候也跳天面舞。 今天他嫁明天你家的,到了就说跳舞吧,音乐一放,窗帘一拉,邓丽君的甜蜜蜜就飘了出来。 就跳上了。 后来,池志强听说邻居的举报里,把他们说得很难听,说他们借跳舞群交,一大堆男男女女拉着窗帘,乱搞不正当男女关系,跳光屁股舞等等。 池志强可以发誓,他们只是跳跳天面舞,没有做其他的,千真万确。 很快,池志强又有了第二个女人,跳舞的时候,有一个姑娘,她比池志强小一点,也是部队领导的女儿。 她是池志强的影迷,之前就很迷她,一直跟她说,真没想到能跟她一起跳舞。 两支舞跳完,他借天面在池志强耳朵边说,明天上他们家去,他家没人,就他自己。 池志强到当时都记得,当时听到后面这句前台词的感受,她的心突突突地,在胸腔里,狂跳不止,随时就要跳出来。 在跟大姐发生过那一次以后,她已经不再是懵懂无知的少年了,她知道这一去,大概会发生什么事,心里又渴望又害怕,一个晚上都没有睡好。 第二天早早醒了,她坐立不安,盼着约定的中午时间赶紧到来。 背着剧组所有的人,她像特务一样,来到他们约定的鸡鸣寺附近的公交车站,女孩已经在那里等着她了。 一见面,女孩把她的手一转,三拐两拐就到了女孩的家,一路上两个人一句话都没有说,池志强紧张得连女孩家是什么样的房子都不记得了。 女孩的紧张程度也不亚于她,两只攥在一起的手,都在发抖。 门一开,一进房,女孩就把池志强抱住,当然,池志强也抱住了女孩。 池志强不知道他们后来是怎么滚到床上去的,她在回忆起当时,没有幸福全是紧张。 脑中一片空白,这姑娘也是第一次。 当时有什么过程完全回忆不起来,感觉非常快,完了以后就像不认识一样,非常不好意思。 她不敢看女孩,就要走,女孩却抱着她不能走,给她做饭吃。 池志强心里特别难受,特别别扭,他们之间也只有那一次,她像逃跑一样走了。 后来,池志强知道,女判得比她还重,判了五年。 池志强跟这些高干子弟在一起混了几个星期,童大姐和女孩发生关系,都是在一个星期里,她后来管这一个星期,叫黑色星期。 为了这一星期,她付出了巨大的代价,影响了一生。 她隐隐有点谴责自己,但也对这种上层的生活,感到羡慕和向往。 那是一个新生事物不断进驻,但周围环境依然保守的年代, 交际舞,邓丽君,红骑车,这些不是普通百姓生活中可以购到的东西。 当时的社会意识中,交际舞就是耍流氓,邓丽君是迷迷之音,但是对一颗青年的心来说, 池志强又分明感受到,这种生活方式带来的那种自由而新潮的愉悦。 撇开这一个星期不谈,其他时间池志强并不是个风流的人, 他挺朴实,比较善良,但他在感情上不太把握得住自己,不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,不懂得坚定地拒绝。 另外,在这个年龄段,一个涉事卫生的撞小伙,生理上确实也有一些刺激和需求。 他内心有很绵软的地方,会随波逐流,到了某个场合,就会顺应这个场合,让自己置身其中。 因为用车,跟这些人在一起,鬼混了一个星期,可是他有工作,他要拍戏,他很快就回到自己的生活中去了。 他们拍戏是半封闭的,比较严格,那是什么年代,那时候谈恋爱,要向单位打报告。 组织不同意,就不许谈恋爱,不到22岁也不许谈恋爱。 这个星期,给池志强带来了巨大的惊喜,他感觉自己有了一点幸福,又有点恐慌,一个声音在脑子里说,赶快停止,不要往下发展。 所以,这个星期结束以后,池志强就再也不去了,又过了一个多月,戏拍完,他就离开了南京。 当时是1983年,正是第一次演打的高潮时期,让池志强万万没想到的是,他居然成为演打的一个重要成果。 池志强从来没想过,演打会跟他有什么关系。 这一天,在完线拍戏之余,池志强正和同事在宾馆房间打牌,突然,完线当地协助他们拍戏的派出所干警来敲门。 平时和蔼客气的干警,此时完全换了一种态度,跟这个警察平时很熟悉的,池志强还开玩笑地问咋了,谁得罪了你? 干警也不搭茶,只说让池志强出来一趟。 池志强还没出门,就这么一探头,一走廊的公安局警察,齐刷刷的蓝制服红领章一大牌,这是干什么,他脑子一下子闪现到南京。 果然,干警告诉他,他们接到南京方面的电话,拘捕池志强。 池志强运气不好,刚好撞在了枪口上,当天就把他投到县看守所。 一个小土房子,地上都是草,里面已经关了两个人,一个戴着手铐,另一个在地下坐着,到处都是臭烘烘的。 池志强从那么高档的宾馆,一下子就被投到这里,根本不能接手,一下子猛掉了。 他们俩一看见,池志强很是兴奋,问你,不是池志强吗?你怎么进来了? 这可以想到,池志强当时多丢人,他当时恨不得一头撞死。 他再一问这两个人,一个多次偷看女厕所,判了死刑,缓期两年执行。 另一个,强行搂抱了一个女青年,叫猥亵,判了四年。 说句心里话,把池志强跟这样的人关在一起,他想想都恶性,可是一想,他还不如他们呢。 他们还没跟女的发生实质性的关系,就这样了,那他还不得死罪枪毙吗? 你们也别笑,那时候男女关系问题太高压了,而且你不知道严打那会,天天枪毙人。 那都是池志强亲眼看见的,用枪指着一大排胸前的牌子,什么强奸犯,抢劫犯,杀人犯,流氓犯,死刑,立即执行,大叉子擦擦一划,命就没了。 那时候,池志强心里真没底。 不像现在,人都有法律意识,要是犯罪,得有侵犯的课题,池志强,这是侵犯了谁呢?他们都是主动的,你请我愿,两厢情愿,以事实为依据,以法律为准声。 完先的警察,也不知道,池志强具体是犯了什么事,他自己能好意思说吗?他怎么好奇耻,跟人谈男女关系? 警察对他挺好,回宾馆拿来了他的牙刷,把宾馆的被子褥子也带来,扑在地上。 那两个囚犯都看傻了,没见过黛玉这么特殊的犯人吧?不一会,送进来一大桶地瓜煮稀饭,是他们三个人的。 两个囚犯,马上跳下来吃,池志强却一口都咽不下,最后,他俩全吃了。 他跟公安要了一根烟,就身在小铁窗边抽着,这么熬了两天。 即便是被捕,池志强仍然是个名人,第三天,南京来了人,持枪的武警押借去南京,还带着靠。 这一路上,池志强丢人丢大了,众目睽睽,都认识他,武警还说,他们从来没押借过名人,这次算简实了。 到天津上火车,他们三个武警把钱给弄丢了,最后还是池志强出面,跟车长说,他们出差,钱丢了。 车长一看是池志强,赶快安排卧铺,四个人的火车票都不要钱,就这样,武警才给他解了手铐。 到了南京一下火车,马上靠上推进警车,乌拉乌拉地把他带走了。 后来才知道,被抓是因为跳舞,跳舞就是流氓,他们一起跳舞的全被抓了,要命的是,每次问到跳舞的还有谁,大家也不知出于什么心理,第一个准说池志强,他成了领头的了。 公安局的同志跟他说,要主动交代,要是等别人说了,你就被动了。 前几天,你爸爸来了,你不讲实话,你能对得起你爸爸吗? 池志强当时也老实,心想着这也不是多大的事情,坦白从宽,说得一干二净,全交代了心理,也轻松了。 其实他这是真不大,和他有关系的只有两个女人,而且都是自愿的,不存在什么强奸或者耍流氓。 跳舞倒是存在,也谈不上什么剧种淫乱,况且涉案多是高干子弟和明星,公安部门就想低调处理,释放池志强,回去接受单位的纪律处分即可。 没想到,一篇报道完全改变了这一切,又过了几天,某国家大报的记者,谎称是公安局的上级来了解情况,来采访池志强。 池志强听说是上级,心想就怎么贬自己怎么说吧,做了一大堆深刻的检讨,和严厉的自我批判,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,资产阶级享乐,向往奢华的生活,没想到他的这汇报思想,狠斗私自一闪念。 到了这个记者手里,全变成了他的罪行。 法院还没开始审判,这边报纸就出来,大标题荧幕上的新兴,生活中的罪犯,文章里胡写他,如何把天真无知的姑娘们带到红旗车中,集体淫乱,甚至强奸,轮奸。 报道一出,举国哗然,原来池志强是衣冠禽兽,这样的人,还留着干什么,赶快枪毙。 文章出来以前,公安局已经试图低调处理,他们给池志强单位打电话,池志强这个案件没受害者,顶多就是生活作风不好,单位接回去教育。 接到电话后,池志强他们常保卫处处长刘世荣,英雄儿女李衍王成的,立即出发,兴夜兼程地赶来。 当时长春到南京要两天,就这么巧,就他们来接池志强出去的途中,新闻报道出来了,短短一天的时间,全国各地多少个电话打到南京公安局,像池志强这样的败类,退化分子,这样肮脏的人,还留着干什么,大家在等待公审枪毙。 这样的电话,打到公安,打到省委,省政法委。公安局也没办法,私下对他们单位的人说,不敢再提放人的事情。 还是池志强他们常涨水平高,他给公安打电话说,你们既然已经决定要放人,就说明事情不严重,怎么能受舆论的左右呢? 对方的回答是不行,现在上级很为难,池志强暂时不能放。 后来又追加了一条,池志强红暗暗流氓罪处理,要不然全国人民不答应。 所以,他们这群在一起跳舞的男女青年,全部以流氓罪论处。 红旗轿车里那些女孩子也无一倖免。 池志强上诉,被驳回,维持原判。 很多事情,池志强都是后来到了劳改队才知道的。 那张报纸,他也是后来才看到,读完他就把他扯了个粉碎。 法院专门为他写了个严重干扰法院审判司法程序。 在法院判罪之前,报纸无权定性强奸,轮奸。 但这有什么用呢?那个时代的民众心里,报纸就代表着官方立场,报纸说的和法院说的应该是一样的。 老百姓搞不清楚,法院最后的判决,他们已经给池志强贴上了强奸犯的标签,池志强就这样开始了牢狱生涯,全家甚至女友也被严重打击。 一开始,真是想死的心都有,他已经有了一个空姐女朋友,这下不用说也吹了。 女友的父母气得要命,冲到池志强父母那里大骂,骂他们家就是养了个畜生。 害了他的女儿。 池志强当然不怪他,在这件事情中,他也是受害者,周围的人都知道他和池志强再出对象,这对他的名誉也是一种影响。 当时认为池志强是流氓和强奸犯,他自然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 池志强入狱后半年,前女友就嫁了,嫁的原因是那个追求他的小伙子表态,他不追究前女友跟池志强谈过恋爱。 池志强在监狱中的遭遇,也和普通犯人不同,在劳改队,他干起活来像一块沉没的石头,煤矿的采石场,把山上巨大的石头运下来,砸成小石块,砸到虎口阵裂。 他一边干活一边掉泪,霉黑的脸上刷出两道白的泪痕。 袍地、果园、茶厂、大田他是真干,希望通过高强度的苦意,来摆脱内心的痛苦。 一次劳改队带池志强去煤厂,两边人山人海,都在对他直指戳戳强奸犯。 在这种巨大的耻辱下,池志强泪流满面,他已经这样了,就不多说,他就服刑。 池志强这辈子当公民,当演员没击过功,在劳改队他记了三次打工。 当时还有一个信念,要回到演员队伍中去。 八十年代,一个工人的职位都很珍惜,别说是个演员。 池志强坚信自己是个好人,他要回到工作岗位上去。 因为表现良好,四年徒刑减刑一年半,提前出狱了。 出狱以后,池志强仍然生活艰难,出狱前是狂喜,盼着重新获得自由, 真到出狱那一天,他茫然地不知怎么办好。 池志强走不动,两条腿一条都迈不开,铁门出不去,他去哪儿,回家吗? 那多丢人呢,见爸爸妈妈他怎么见呢? 回场,可是有地缝的话,他都得顺着地缝爬进去,别见着熟人,太丢人了,门口还有记者来接他的人。 老改队的鉴定是,池志强属于在运动中处理过重,建议回场。 有这么一个鉴定,又有在狱中三次立功的记录,长春电影制片场,很爽快地就接受了他的归来。 但同时也说明,回来不能马上进剧团,还得下放到车间过渡一下。 这是一条最难的路,以前那些好朋友潘红,刘薇每天在他眼前晃来晃去,他戴着墨镜,不敢跟他们打照面。 他们在拍戏,池志强却拉着个大车,这家宋梅,那家盖房子,修电灯,和沙子,墨墙,做一些临时工作。 但是,池志强有精神支柱,他又回来了,他还是厂里的人。 为了这一丁点希望,他也会奔着这个希望走,人的适应能力是最强的,豪华的他适应过了,地狱的也能适应。 所以当宋小英拍着他肩膀说,强子好好干的时候,他对这些朋友,只有感激。 池志强多才多艺,在狱中曾经创作多个歌曲和剧本。 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,狱中创作居然红了,接连拍了两部戏。 他因为嘴里老是哼哼他以前在狱中自己作词作曲的歌,被单位音像公司的人听见了,说不如录个磁带吧。 池志强还有点心虚,说这不登大雅之堂吧,结果对方说,没事改改歌词。 磁带录完后,池志强没当回事,就跟李佑斌他们上长江源头,唐古拉山拍天谷去了。 等他们从山上下来,到了上海。 池志强才知道《铁窗类》在全国发行的这么火。 电影世界创刊35年,活动在沈阳体育馆,池志强、颜维文、毛阿敏、蒋大为等众多的歌星都去了,倪平主持。 当报幕员爆出,下面是大家久违了的长春电影制片场,著名演员池志强的时候,万人体育馆开了锅。 红旗、采旗、人民币,连钱都往台上扔,大学生打出横幅,池志强我们爱你。 池志强走到台当中,整整五分钟,他没讲出话来,后来他没唱一句,台下就欢声雷动,他就唱不下去了。 池志强后面是毛阿敏,他根本上不了台了,观众根本不让他上来,也不让池志强下去,就乱套了。 馆长说,沈阳体育馆只有两次这么欢呼过,一次是郎平女排在这里五连胜,再一次就是池志强了。 这种刑警,连池志强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。 本来是去打麻雀,最后弄了只老虎回来。 他试图分析人们对他空前的热情,到底出于什么深层次的原因,也许是觉得他心图坎坷,激发了观众心中的疼惜之情。 也许是觉得命运对他有亏欠,有加倍补偿的意愿。 也许是觉得他沦为了时代的牺牲品,需要矫枉平反。 又也许最简单的理由是人们在他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人性软弱,他不过是犯了一个可能大家都会犯的错误。 很快,池志强的《求歌》系列就遭到了批判和质疑。 有人认为,池志强把一种畸形的,反常的,不健康情绪带到了社会上,卖弄自己的苦难,骗取听众的同情。 铁窗内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,从大热到大冷,被人们说得一无是处。 这一次,池志强心灰意冷,决定彻底离开舞台。 他跟一位杭州姑娘结了婚,开始下海经商,开酒店。 这一走,就是十几年,由于这些遭遇,出狱后的池志强变成一个特别老实的人。 如果有人问他,现在风气变了,在一些应酬场面,他会不会找小姐? 池志强告诉他说,他想,但是他不敢。 有一次,他的两个歌迷追到他房间来,要陪他过夜,池志强才知道他们是小姐。 好家伙,两个陪他一个,都是青春靓丽,香喷喷的。 池志强不想嘛,他一年在外面演出八个月,难道他是和尚吗? 但是,池志强不敢,他得拒绝,他太太知道了说,池志强是一招被蛇咬过的人,所以绝对不会见了蛇就扑上去。 但是,池志强感慨,他看着周围的人,当着太太的面,搂着别的女人,老公老婆的乱脚,他就想,这世界真的是此一时彼一时了,要是他晚生二十年。 一定不会坐牢。 好了,本期故事到此结束。 我是主播马林鼠,如果你有什么想和我们说的,请在视频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吧。